中广论坛 电视新闻更不用讲了 随时都叫做即时新闻 这个一个礼拜一次 又有点像杂志的周刊 周刊就要怎么样 一般他就要比较深入 我这个节目深不深入 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周刊有个好处 他至少比较多的时间 让子弹飞一下子 让事实发展一下子 让真相可能更清楚一点 说这个是干嘛 台湾最近有几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 我上个礼拜一在这边干广播 下了节目 我们的一个民进党的立委 叫何志伟 这家伙过去也是恶行招张不少 开了个记者会 可是他外表装得很斯文很可爱 帮一个叫赵明威的教授 办了个记者会 说中华民国在大学里面被消失 不得了 中华民国被消失 那还得了的事情 可是我记得我上个礼拜 特别讲 蔡英文为了520布局 苏正当总辞之后 他马上就提名他 继续续任隔魁 他在推荐的 苏正当的时候有讲 从他非洲租赁弄得多棒 到最近 注意听他的用词 新冠武汉肺炎 他已经不讲武汉肺炎 新冠武汉肺炎 我就在提醒这些毒的 你们的老大转弯了 改变了 在偷渡概念了 在做贼了 结果呢 我们这个赵明威教授 还傻傻的没跟上 果不其然就撞车了 这部分 我等一下会细讲 中华民国真的被消失了 还是中华民国台湾 这个教授本身也说谎啊 他讲的是中华民国台湾 压力来 他马上搬出中华民国 然后立委就出来 帮他开记者会 说中原大学打压 但真相不是这样子 那你傻傻的跟着蔡英文讲 中华民国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 结果呢 人家在转弯啊 风向改了 好了 讲到风向改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一开始 因为大陆朋友不少在听 如果太讲台湾内部的细节啊 可是你可能就没跟上 不过我是觉得还是有点意义 我等一下下半段会讲 讲这个 赵明威教授 被一个入身检举 说他歧视 对大陆的言辞 结果呢 这个赵明威教授 找了立委 然后发了这个记者会 转换成说 因为他是中华民国教授 在课堂上讲中华民国教授 被检举 被校方打压 哇 上个礼拜引起轩然大波 忽然间真相一来 方胸向改了 问题是 真相真的出来吗 问题真的解决了吗 我们还是现在台湾 现在大家都两岸啊 全世界 共同的经验 有些经验也是非常在地 非常局部的 非常一时的 可是这次的新冠病毒 真的是历史性的 全面性的 世界性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经历 可是共同的经历 都是跟这个病毒有关 可是每一个人 每个地方 经验到的具体的事实 以及因为这样产生的理解跟感受 最后得出什么样的看法 那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甚至并没有因为支持 大家共同遭受到这次一个 这么大一个波动 而且凝聚更多的向心力 有更多共同的认识 搞不好适得其反 带来更多的分裂 带来更多的分歧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生死交关 涉及到人类发展 这么重大议题 理应是让人类更应该 学到更深刻的教训 到目前为止 你看到了 并不是这样 政治力的操作 那政治真的会超越这些吗 是的 每一个人 要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我告诉你什么正直 什么价值 什么道义 全部是鬼扯 特别是政治人物 当他手上握有权力 用他的权力 在维护不当利益的时候 这个权力本身 就变成不正义的权力 那我们从川普一向 一路看到各地 包括各个地方的 非常多 特别是有权的 国家机器 到底怎么在搞 川普是极其大臣 因为他是 号称现阶段世界的领袖 美国是全世界的大佬 这个大国的作为 刚好是最好的借鉴 也是大家要认真观察 好吧 那我们就回来 还是先从台湾讲起 台湾今天如果没意外 下午两点 我们陈时中 台湾的 这个 我们的卫生福利部部长 中华民国的卫生福利部部长 有时候台湾的 就讲这个地方 可是这个涉及到敏感 还是要讲清楚一点 他已经开了好几个月了 我现在要用一种 他有点像乐此不疲 多辛苦的抗疫事件 他听说他只睡三小时 几乎不出价 他说我的工作跟休假没有分的 这好事吗 特殊情况 紧急情况是 可天天这样 合理吗 像样吗 可是老百姓喜欢 有人卖命防疫 为了我的安全 我的生命 管他的 从我的角度 他抗疫 有成效 这当然是好的 可是有些东西 不是鸡蛋里挑骨头 如果因为这样衍生出来 很多过度的不正常 特殊紧急情况 他真的是不眠不休 将军打仗 还有睡觉的 可是 他有副将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真的有必要一天睡三小时吗 到现在还每天睡三小时 真有必要吗 如果不是一定有必要 这个事情发生 下面不是有点鬼怪吗 孤怪吗 好 今天如果没有意外 我们台湾应该是11天 零确诊 他过去这几天来 他有天讲个五零 我还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五天的零 台湾有个叫五零国中 五零的地方 五立的五 开始搞谐音了 然后第六天的时候 弄个大西瓜 六颗西瓜 摆在记者会的桌上前 前几天 八天的零确诊 弄了八颗芭蜂 八 重点是芭蜂从哪里来 他已经开始把政治渗透进来了 他昨天十天零确诊 他把石斑鱼带出来 我说真的一下子我还没搞过来 跟石斑鱼有什么关系 他说石斑的石 石全石美 用谐音大碗 他那个石斑鱼也有来路了 都要从什么地方 开始在把他的这个作秀 我跟你讲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我要问今天十一 台湾话 明南话就十一句啊 就是单身汉 他今天要摆出十一个单身汉 在前面吗 真想看看他怎么搞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现在具体 记者会真惊八百 应该讲有关疫情的内容 已经没什么好讲了 变化不大 而且真正该讲的 他又不想讲 他不想面对 比如说有关复工的事情 有关纾困的事情 问题还很多啊 这方面他就含糊带过 他要的就是工 就是他的牢 抗议多么有工 他是多么的辛劳 塑造自己 可是这个东西 已经有点搞不下去了 大家一定疲累 你看看台湾最近的电视新闻 我是这样观察了 他只在开始讲 什么地方车祸啊 谁撞到谁啊 谁跟谁打架啊 这个家庭纠纷啊 只要这一类出来 你就知道说 在台湾媒体里面 已经没什么热闹事 不是天下没大事啊 天下大事多得很 可是对台湾来讲 对台湾的媒体来讲 没有热闹的事 没有办法搏眼球 没有办法吸睛 没有办法增加 收视率跟广告 就是没有大事 老百姓要看这个狗打 狗跟狗打架 他就播这个啊 谁跟谁啊 吵架 邻居吵架 这类新闻一出来啊 不像全的阶段 哇 每天就是时时刻刻 充满了跟疫情有关的 那当然就是陈时中的舞台了 民进党这次大热 巴热大热 大闹大转 我们陈时中民调听说 高达94% 蔡英文70几% 可是有点无以为继啊 可是问题是好啊 爽啊 热啊 巴热很啊 政治credit撈太多了 舍不得放啊 所以我像现在 我像讲有点讽刺啊 最不想让疫情结束的 恐怕是我们陈时中了 多热啊 每天有这个舞台 没有这个东西 不知道怎么办的 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太干了 所以巴热也端出来了 石斑鱼也弄出来了 然后在那边大吃石斑鱼的汤 说真的 是有点过分的 但是你会看过去媒体 播的时间很长 现在是弄一下子 就当做花边新闻在弄 这是我的第一个观察 重点不见了 花边出来了 这不妙 这不是好事 好 他昨天开始转折了 那不是在讲疫情吗 可是他做西装鼻挺 因为他最近credit太好了 政治声望太高了 功劳太大了 他要跟我们老百姓要东西 要什么呢 健保要涨价了 健保要调涨 这真的连得真好 人家要什么该要的 他很清楚 健保不是不可以讨论 健保涨价是优先的议题吗 陈时中 这一次这个疫情 到底我们学到了什么 我们经验到什么 我们得到什么样的教训 这个我也不是只问他 也问我自己 问我们所有的我们听友 这个世界都该问 从一开始 很大的焦点就问说 病毒是从哪里来的 人造的自然的 武汉实验室跑出来了 还是武汉运动会里面 美国人带来了 运动员带来了 可是我更要问的是 回得去了吗 什么意思 现在大家都面对 这次灾难这么严重 死伤这么严重 感染这么多 然后带来的失业 产业 生活方式 全面的改变 那大家都在想不方便 不舒服 就像我刚刚来 也带着口罩 那我也提过了 台湾过去安全帽 戴酒好像也习惯 这是好事吗 等下有空我们谈一下 这个 那大家想回到正常 可是要问的是 原来的正常正常吗 原来那种生活 拼命的开发 拼命的污染 人定升天 以人为中心 一切都为我们所用 这个东西到底对吗 那说我要求好日子 我要过幸福 日子我要发展 有不对吗 是啊 好像没有不对 未必吧 那个人类应有的 这种幸福快乐 满足 发展 进步 这种进步价值 恐怕也到了 要被反省的时候 可是问题是 大家不这样想啊 想赶快让这个疫情过去 回到原来的正常生活 正常 我要问的这个正常 原来的正常正常吗 现在戴的口罩天天过日子 当然不正常 可这两个正常 可或者不正常 搞不好后面这个 非常态的 口罩天天戴变正常 还比前面的要深刻一点 我当然希望口罩能够拔掉 可是拔掉口罩 拿掉口罩 不希望回到原来那个样子 有往这方面想吗 那这个大辩论啊 应该大辩论啊 有人一定不同意 一定想回到原状 我觉得这是个 有的立场 可以有 可是这是个大议题 要该辩论啊 人类该发展成什么样子 人类过去是怎么样 发展过来的 过去这两三百年 这样一个发展方式 到底有没有问题 需不需要检讨 修正 调整 这是大灾问啊 那这次病毒如果这样子问 所以第一个 从他问题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要不要回到原状 回到什么样的原状 原状应该回去吗 这个问题该问 我换个角度来填这个 敌人到底是谁 好一点的是把这个新冠病毒 这些冠状病毒当作敌人 我对这个角度 对这个立场我都怀疑 可是有人不但不是把别人对着病 对着意 还把敌人对着人来 什么人 意己 非我族类的 人 我跟你讲 病毒就是意己 他就排斥 我最大 那么敌人就是他 消灭他 对付他 为了我的安全 为了我的生活 为了我的自由 为了我的生命 别人都可以消灭 病毒都可以消灭 所以从敌人是谁 然后就开始问 美国认为敌人是中国 台湾认为敌人是中国 中国政府 用这样来归因 是因为他们管控不好 甚至他们在实验生化细菌 这是真的吗 我退一步讲 就算是真的 也要问说 他们为什么要去搞那生化细菌 是什么都会弄的 后面有没有更根本的 更深刻的原因 为什么中美要较劲 美国人家独怕世界 对的吗 台湾要不要问这个问题 我们要不要问 新冠病毒是我们的敌人吗 还是回过头来问 我们人 我们自己 才是最大的敌人 那这里面人不能一概论 还要问 什么时候的人 自古以来吗 还是这两三百年以来 是什么一种情况之下发展成 什么一个人 这个情况之下的人 我们因为这样子 脑袋想的 做的 没有问题吗 要不要回过头来 检讨我们自己的思想 检讨我们自己的行为 检讨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检讨我们自己对于 什么叫发展 什么叫幸福 什么叫理想 什么叫进步 什么叫好 是不是到了一个历史大关键 应该想 其实很早就有人在问了 马克思很早就开始问了 跟着马克思同时代 很多人都在问了 可是一直 另外一个力量 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 一直主导 一直成功 现在还是这样 你看看 川普就是最典型代表了 那表现在什么地方 对疫情怎么归因 还有回过 不要讲去检讨 病毒是不是敌人 还是自己才是最大敌人 人类才是 他另外 美国人自己 全世界如果是几十年来 掠夺最多的就是他们 他们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大家把东西往他们供应 拼命消费 很多人也热得卖给他们 赚点硬头小利 也不去想 为什么这个方式 对不对 美国人为维持他这个东西 他搞霸权 搞军事 搞对抗 搞整别人 然后别人被诊 就知道要回过来 想办法要壮大自己 要保护自己 然后产生竞争 产生敌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 资源该怎么用 什么是优先的 什么是好的 都被抛到脑后了 大家都要维持自己 现在最大的利益 有些在那个贫穷战乱之下的 连维生 连求生都很困难 大家都只顾眼前自己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这次病毒带来的这么大的疫情 到底我们该怎么想 好吧 我先讲这两个大道理 大家可能听得蛮累了 可是我觉得真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没办法 我们每天都在搞这些事情 今天我要看陈时中 如果11天零确诊 他要怎么办 万一破功 他要怎么办 每天在搞这个 然后他借机 他除了偷渡 弄了这个政治 credit之外 借这个还要怎么偷渡健保 健康 谁不重视 可是健保 我是因为也参与很久了 从当年立法 我就搞了个工人版 然后最后去健保署外面丢鸡蛋 还被判刑 公共危险罪 侮辱机关 侮辱公署 我们健保 现在全世界都夸赞 我们拿到外面去 那天有人问陈时中说 如果这次有机会到WHA这个大会 你要讲什么 陈时中说过 我们的健保 陈时中你脸不脸红 健保是国民党时代 连战他们弄的 那时候你们在想什么 你们把连战讲的一文不值 这时候忽然间说 健保 是我们可以到那边去献保 这些人真实的 好 你要涨价 要调涨 保费要调涨 我们保费的结构 更重要的是 这一次你有没有想 你防疫很成功 我们的公共卫生跟医疗之间 生病到底是治疗 比较重要 还是预防比较厉害 我们没有分身个反省这个事情 嘴巴都朗朗上口 预防胜于治疗 预防胜于治疗 那照说公共卫生 应该比医疗治病这个 这个更厉害 有吗 有更重视吗 我们国家志愿 往哪里去 我们的健保制度 这个医疗里面的药 医 各种各样 有跟公共卫生挂钩吗 有往前推更多的说 你要从根本治 我们都知道不用再讲了 上医怎么样 医国 就不用去扯那个 好的医生 治还没有发生病 叫胃病 不是我们肠胃的胃 胃发生的胃 不是治疗病 已经发生了 最近上个礼拜有个新闻 我们台湾的一个重要人物 政治人物 袁清彪 很草莽的 他去换肝 高雄的 那个医生很厉害 他出来开了很长的记者会 讲他多么的成功 血流的多少 另外这家子儿子 愿意捐肝给爸爸 多么的感人 我就很好奇 袁清彪在台湾算是一号人物 经过这一次之后 他躺在病床再怎么想 出来会感觉说 哎呀 这个医生真好 是这个医生 我还是觉得他真好 听出来世界有名 台湾患肝 世界 还是很先进的 他是其中一把手 这么你要问 这么会患肝 为什么不去问 人为什么会得肝病 会得这么严重的肝病 袁清彪会想 他过去的生活 这样的政治生活 他的家 他的这种海派 那出来怎么样 学郭台铭 郭台铭因为他弟弟走了 他捐了很多钱给台大 研究癌症的事情 台湾这几年医院 大医院越开越多 为什么 病 大家都要治 治就要花钱 庞大的产业 没有人会去想 把这样讲过度了 要去想 为什么是 拼命的发展医疗 越来越进步 你看这次新冠病毒 谁先把疫苗弄出来 都在抢 除了政治 credit之外 谁厉害之外 谁国力强之外 下面是活生生的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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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 治疗的药 什么瑞德西韦 下面看到都是利 什么叫健康 什么叫人命 为什么不去问 人为什么会这样子 不要刚才前面讲说 这个发展的模式 是不是出了问题 发展模式之下 人拼命吃各种毒 是不是有问题 好吗 那你至少消极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何让自己 运动也好 保健也好 公共卫生 这个环境的健康 这些不是比 什么很会动刀 哪种手术多厉害 什么药多神效 这个中西医都一样 我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重点是 那个医疗的思维 什么叫做好的医生 什么叫做好的医疗 什么叫好的医疗保险制度 陈时中 调长保费 是最重要的吗 所以今天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要讲 WHA今天开大会 这是另外一个战场 好吧 我怕讲多来 第一阶段就是反思 这个疫情慢慢 好像这个阶段过去了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印度的 一个年轻神童 叫预言 时间讲的 有头有 有时间了 他上一次听说预言就很成功 这次预言 十二月几月几号 到三月三十一号 下一波明年就会来了 我们怎么怎么看 敌人到底是谁 病毒吗 还是自己 如果不是病毒 难道是人吗 是中国人吗 中国人乱吃野兽 有一个野生东西 东西 中国人没水准 还是我们应该来反思 可是政治人物如果不反思 在那边甩锅 在那边撇 为了自己的连任 为了自己的政治credit 把我们误导了 我们还拼命给他鼓掌 给他鼓掌 给他credit 他拿的credit要来给我们涨价 要继续拨我们 然后大的问题不思考 这是一个好的部长吗 吃石斑鱼能够解决吗 进一段广告再回来